最新更新,尸航坠机事故,印尼真实不再找遇难者继续寻找飞机重要的东西真的让人震惊怒骂 综合报道最新更新,尸航坠机事故,印尼真实不再找遇难者继续寻找飞机重要的东西真的让人震惊怒骂 印尼搜救机构负责人斯尧吉时日称,搜救队已无更多地方可搜寻,故将停止寻找遇难者遗体 尸航坠机近确认及17人身份。印尼停搜寻遇难者 尸航JZ610遇难者亲属上星期二,在空难现场往海上撒下花朵已是哀悼 美联社,雅加达11日训,印尼已停止搜寻失航JZ610空难的死者,但将继续寻找客机的第二个黑箱 印尼搜救机构负责人斯尧吉时日称,搜救队已无更多地方可搜寻,故将停止寻找遇难者遗体 他表示,目前收集的遇难者遗体已装了196代,经法医检查后,确认了其中77人的身份 此前,搜救队找到了JZ610首台黑箱并下载息数据,但仍在寻找架式舱语音记录器 印尼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甲约诺表示,找到语音记录器对了解空难原因至关重要 施航JZ610遇难者亲属上星期二,在空难现场往海上撒下花朵已是哀悼 美联社,加约诺没说明飞行数据记录器数据所显示的内容,只表示从旗上知道了,约80%的实情 想要完全了解事故原因,仍需要知道JZ610驾驶舱内的对话 JZ610在10月29日从雅加达起飞不久,就坠在爪外海,机上189人全数罹难 预料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将在一个月内完成 施航JZ610遇难者同事星期二,在空难现场往海上撒下花朵已是哀悼 美联社 印尼施航JZ610的遇难者家属非常难过 此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一个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并且已经下载了其数据,但是仍然在寻找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印尼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索尔贾安托贾约诺,Somagendo Charno,表示,找到语音记录器对了解坠机原因至关重要 甲约诺没有详细说明飞行数据记录器数据所显示的内容,只表示从其上知道了,大约70%至80%的事情 但如果想要百分之百了解事故原因,甲约诺称,仍需要知道驾驶舱内发生的对话 施航客机上月29日在雅加达机场起飞后13分钟,就坠在雅加达岸外的爪外海,机上189人无意生海 预料客机坠的初步调查报告将在一个月内出炉 Pinkarian Corbin Linear JT610 Rasmid Anticon Aparacy Pinkarian Corbin Linear JT610 Rasmid Anticon Capitucion Diambulcetella Evaluacy Celamartica Hary Ada Hary Taruk Zero Tak Ada Tamion Perry Evaluacy Olai Vasonors Rasmid Anticon 在海上鲜花花圈是哀悼 美莲舍 Rasmid Anticon 美莲舍 Tarren Clapp Critic Cross Actives Zinia Soul Jak Nia Line JT610